看看新闻网 齐玉前夫呢近日突然爆出 齐玉本人已经有十多年了 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女儿 对此呢外界是一片的哗然 作为母亲呢真的会放下自己的宝贝女儿 十年不管不顾吗 今天我们训练在线 驻台北记者呢是独家访问到了 齐玉的前夫李泰明 并从他的口中了解了一切的前因后果 现在经常跟女儿见面吗 现在真的是比较没有了 齐玉真的十年没见亲生女儿了 作为一个母亲就能这样彻彻底底的放下 不去关心不再牵挂 回想曾经她与女儿亲密无间相处愉快 我们两个人相当都是很欢心的很开心的那种 甚至一起合作拍摄歌曲MV 浓浓爱意让人称谢 那么曾经如此相亲相爱的一对母女 是怎么发展到了不再相见这种 让人无法理解的境地呢 难不成孩子的父亲也就是齐玉的前夫 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虽然音乐上的志同道合让两人走到一起 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有报道称齐玉和李泰明分手并不愉快 南方当时负债很多 外面又有女人 才导致两人不欢而散 最近齐玉探望病中的恩师 也就是李泰明的兄长李泰祥时 就没有事先告知李泰明 这一点似乎正是印证了两人关系不合的说法 难道齐玉真的是为了与前夫划清界限 才放弃与女儿见面的机会 带着这样的疑问 我们的记者经过多番联络 终于找到了齐玉的前夫李泰明 从他这里我们能否得到事情的真相 我们决定要分开的时候 真的是很理性 不是像一般人这样子说吵吵闹闹 在采访中李泰明坚持 他与齐玉的婚姻是在非常和平的分文下结束的 对于负债外遇这些说法 他觉得非常可笑 但与此同时 他对两个人离婚后几乎不再联络这件事 也没有予以否认 这两者之间形成的矛盾 让人有些无法理解 我们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很豁达的人 我们双方 我们会去思考说 什么是有意的 什么是无意的 那既然要分开 大家要去过各自的生活 那以不互相干涉 以不互相抵触 这是最好的选项 感情像是属于有偏理性的吗 是偏理性的 我呀 我是偏理性的 两个理性的人选择结束婚姻的同时 也选择与过去说再见 不再介入对方的生活 不再参与对方的人生 这就是李泰明对于两个人 如今形同陌路的解释 而对于女儿 两人很早之前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这个不能用正常或不正常来看 来探望就正常 一定吗 对不探望就不正常吗 对不对 如果常来探望 常常常来干扰 常常来指责什么的 这个有什么意义 所以当初只是 其实他自己提议说 我不是从探望不探望的角度 他说我尽量以不干扰 你跟小孩的生活的原则 那我就受到意识了 因为他们现在有个很好的家庭 然后我也不希望去就是去打扰他们 在十年步于探望女儿这个外界无法理解的问题上 其余跟李泰明都有着共同的考量 一切都是为了女儿的成长 那么对于女儿来说 能否接受父母这样的教育跟关怀的方式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的方式 处理问题的方式 作为旁观者 既然当事人之间没有产生分歧 我们也会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也透过朋友 让他知道说现在小孩我在家很好 你不用吵心 就是这样子